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Lois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的up主教给大家的是如何焊化我的世界地下城 那么呢,up主已经是焊化好了 所以说这个步骤呢,再重新做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大家请收藏这个GitHub的主页 并且详细阅读操作步骤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到设置更新与安全啊 开发者选项,勾选开发人员模式 如果你是启动器版本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如果你是Wins版本的话,就会麻烦一些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启动一下游戏 当你成功价再到主界面的之后呢,就切出来 接下来启动这个叫UWP Injector的应用程式 接下来它会许别到地下城的进程 也就是DungeStore EXE 那么呢,输入它前面的一串数字并且维持来确定 完成之后呢,它会弹出一个窗口啊 在这个DOMP的文件夹下面就是游戏本体了 把它全部复制一下,拷贝到零项拷贝的位置 就比如说我拷贝到D盘,新建一个文件夹叫MC 这个文件夹呢,就是我的世界地下城的新目录了 如果刚刚没有弹出那个DOMP的窗口的话,没有关系 你在这下面呢,可以看到路径 在这个路径,你就可以把游戏本体拷贝出来了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备份一下存档 首先呢,勾选一下隐藏的项目 接下来进入C盘的用户,你的用户名AppData 然后在这里搜索一下Character的文件夹 在搜索结果中的第一条呢,就是你的存档了 那么呢,打开文件处在位置,把这些全部备份一下 就比如说我在D盘,优先建立一个文件夹叫MC存档 然后呢,把这些全部拷贝进去 接下来你可以卸载掉原先的游戏,或者说不用卸载也可以 如果你选择卸载游戏的话,那么呢存档也会没有的 到时候记得把这个备份存档覆盖过去就好了 好的,接下来就是汉化了 我们把这个汉化补垫呢,拷贝到D盘的MC 当卷式空腾的PEX里面 这样的话就汉化好了 你是没有办法直接把这个汉化补垫呢 拷贝到原先的游戏目录里面 一方面呢,是因为你权限不足 另外一方面呢,即使你权限有了 但是呢,它还会提示空间不足 好的,我们回到了D盘MC的根目录 那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新的目录给光连起来 接下来按住Shift的不放点击鼠标邮件 然后再点击在此处打开PowerShift的窗口 接下来点击鼠标邮件 粘贴这段代码,然后回车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你可以进入这个目录 点击Dangents.exe启动游戏 或者说从Windows菜单启动游戏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之前有卸载掉游戏的话 那么呢,接下来你还要回到目录里面 把这个存档给还原起来 那么呢,由于我之前已经谎原过了 所以说这次演示呢,我就跳过吧 接下来大家启动游戏之后呢 就可以正常显示汉话了 当然了,这个语言包呢 它只是基于英文版的制作 翻译并不会很优秀啊 并非光方翻译 不过目前来说也够用了 至少能有汉话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很遗憾的是这个汉话包呢 它并不支持繁体中文,有点可惜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我的世界最新视频了 大家也不要忘了关注UP主的Facebook粉丝空间 还有YouTube频道哦 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拜拜